65岁的黄文翰先生年幼时势力双茫 他和太太结婚后育有两名子女 看看孩子抱着爸爸的亲密模样 就明白黄先生给孩子阳光般的教育 让事忙心不忙的这个家庭充满正向的能量 黄文翰说自己努力教导孩子做人做事最基本的道理 生活上虽然比一般人要来得辛苦 但孩子的回馈是最宝贵的礼物 另一位坐在轮椅上的爸爸简芝春 年轻时在太平山林场工作受了伤 从此要坐在轮椅上的他 为了家庭克服了身体残缺的困难 成为一名计程车司机 发奋图强教育三名小孩 父亲在家庭的角色就像一棵大树 张开双臂保护家人 像这几位身体残缺的老爸爸 他们就比一般人还要努力维持家人的生活水平 凭借着坚强的毅力 让他们的家庭拥有更多的温暖 此外还有许多模范父亲 能对社区与社团加以付出 给孩子乐善好施的教育 成为社会的典范 雪碎新闻范文斌吴世伟采访报道